让方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表得着生命的光 其实典型的一样 我可以作一个总括 在我们讲了这五点之后 关于我们要预备一个什么心态 去预备发光 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用我们的努力去流露出 我们的爱 流露出我们的生命 因为原来努力流露出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事逢 因为原来如果我们安排时间不好 安排我们的体能不好 安排我们自己的心力不好 又或者甚至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不懂得面对我们所拥有的冲击 或者我们遇到的无奈 或者遇到别人所被我们的迫害 我们不懂得处理的话 我们自然就流露不了喜乐 或者流露不了生命出来 因为那样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阻碍 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要等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充满祝福 充满安稳 充满平安 每个人都接纳我们 我们才有起落的反应 我说的是反应 其实你人生当中 你一进到事逢 你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事逢里面一定是人的行李 很多迫伯 很多工作 教会要求专业的话 变成你自己的标准是超越 甚至跟世界的专业人才的标准一样 变成很多人在这些压力下 他们就已经没有了任何快乐 没有任何轻松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释放出来 祝福身边的人 所以努力流露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很彻底的改革 对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我可以给一个总结 就是其实我以前能够做得到的原因 的理由就很简单 因为我想通一样东西 除了好像我回到教会 我常常都会以前想很多东西 比如我回到教会 会很奇怪 为什么如果世界有神 为什么我牧师讲道讲到这么闷 就是重复又重复 又会有时候讲错东西 如果世界有神 为什么我们要搞到要翻译 外帮人的歌 朋友 一点烛光 做圣诗 我会想很多这些东西 但感谢主 就是神一路一路揭示 就是没错了 就是世界上真的有神 所以其实不用这样的 当我们依赖他 但是其中一样的就是 我发现就是 如果世界上有神 而基督徒 是认识这位神 那基督徒拥有的生命内涵 一定会被中国人所说的生命内涵 佛教 道教所说的生命内涵 我们在粤语长片所看的这些好人 他们那种的心田 更加美丽 更加好 更加持守 更加有忍耐 并且更加能够祝福到身边的人 但是当我做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 如果我愿意做的话 会有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力量 会提醒我 会提点我 并且帮助我 很年幼的时候 就已经做到 原来其实不是我们做不到 是根本我们完全在那里 没有尝试依赖圣灵 去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很多时候会读 圣经很多这些经文 但是问题 其实有时候 我见到很多基督徒 尤其是当一管教他们 一矫正他们的黑暗 他们根本就完全 都不及得中国人所说的 基本的道德修养 完全不行的 但我所认识的圣经 其实常常去讲出一个 比中国人更加崇高的理想 无论是道德方面 无论在他们内涵方面 无论他们处世那种所谓 看得开 并且那种的慷慨 那种的付出 那种行善的程度 基督徒其实是 远远超过他们的标准 而事实上我可以说一样东西 就是我純粹都提的 其实基督徒神所 比基督徒的标准 根本是没可能的 一句说完 他叫我们行善 行义 祝福迫我们的人 遥述这些苦害我们的人 根本是没可能的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没可能 在过去当中 我就思想这么多 没可能的东西 第一 教会是没可能 可以每个礼拜 讲哪个好的道 教会没可能增长到2000人 教会没可能 每个礼拜 作一首新歌 甚至好听过熟悉的歌 很多没可能的 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没可能的 就好像现在我们伸手按手 去赶改 或者医治病人 因此运作 都是没可能的 但同样 原来神的圣灵 最有兴趣 去完成的其中一个 没可能 就是在你的性格上 它发光 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从你的面容当中 你遇到任何东西 都不会看得出 你遇过这些东西 我举个最实际的例子 就是 我相信听 很多问题 很多攻击 很多迫伯 如果不是病的 就是人家的苦待 人家的诬蔑 人家的威胁 又或者 如果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就是教会内在经济当中 我直接跟全威 没有新水出 没有饭吃 走路回教会 但你会不会在我讲道当中 听到这种洩气的说话呢 连语气 你们听不听到呢 当然现在 家庭节目会 尊重乐道 在我这么多年的信息当中 很得着 没错了 你就在里面 真的得到神 圣灵 借着我 去发出的 这些光辉和信息 你完全在里面 听不到我的怨气 我生活当中的缺乏 我自己拥有的疾病 我自己遇到家庭的糾纷 或者我自己在 我自己亲戚所遇到的迫伯 我自己的经济的困境 我自己去管教 我教会当中 在这些高层的人 我们教会当时是四分五裂 外面教会给我们的 诬蔑和攻击 你完全在这些信息当中 四篇就一定有一篇了 在这么多年里面 但你有没有听到这些出来呢 没有 我是努力地流露我的生命 我努力地 尽我的生命 去流露圣灵的光辉 但我想你知道这些 当我发觉我自己身边的同工 或者甚至一些领袖 他们很多时候 不是带着这份心态 于是乎 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记住我知道 我知道现在我们所说的发光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活水 由福中流出活水光红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我们有圣灵的 所以 活水光红已经是不可能的 但是主耶稣完成了这个可能 但你要记住 在七年大灾产来的时候 主耶稣在启示律行就在灯台当中 究竟你有没有一个灯台呢 你愿不愿意和这间教会一起发光呢 其实那只是差一线之间 因为其实原来圣灵的能力 除了帮助你能够涌流出活水 你的心态一转变的话 圣灵是绝对可以帮助你 去发出一个比中国人传到更优美的品德 而这种品德是没有人类做得到的 这样才证明 神的真实 神的伟大 主耶稣起不是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看回任何的典故 主耶稣基督生平都不是一件 开开心心舒舒服服 轻轻松松的事逢来的 包括他们的十一个门徒和保罗 但是我们从圣经所看到的 是他们什么的反应 他反映出一种什么的生命 是远远超越中国人的美德 忍耐和中国人能够承担的程度 但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 这个就是基督教 所以早年我当我去教会的时候 其中我思想的就是这件事 当我见到很多基督徒 其实他们很败坏 他们的性格 他们小小事就会失望 我就纳致我依赖圣灵 去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 借着我的努力去流露出来 而今天我就能够有幸 成为你这么多人的牧师 而有幸我能够在这里跟你分享 我也相信就是神的心意 让当年我第一年所决定的发光 能够在今年借着这套信息 去传递给大家 醒到大家 在永恒里面我们一起都是享受 神所赐予给我们 不单止在世的百倍祝福 在永恒里面 是一个丰盛多色彩的永生 永恒方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表得着生命的光 天上我一生 天上我生命光彩 想见成一夜中窗 陈述耶稣 似真爱 心中多期待 全人生十家八戈的爱 求能让世界作心灵 离别作罪 夜流泪灰港 让我带着信 热成带着爱 无控音 陈运在我内 情怀烈烈 说歌唱赞众 情深切永不改 让我带着信 热成带着爱 从来不是有损害 求能尽力尽我气息 那种持久每日奔向 这份爱